植物大战僵尸2iOS已经更新了 本次更新了两株新植物和一些有趣的玩法 希望大家可以来个点赞收藏 好了,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吧 本次更新的植物分别是虎头菇和烈焰火爵 烈焰火爵相信大家都不明白 国际浮藻就出来这个题 在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的虎头菇吧 虎头菇,同属成卡系列 阳光消耗为250点 普通攻击是对前方僵尸发出一声 咆哮,震推眩晕,并发出招呼 随后,技能进行冷却 大招释放时会对前方三层三范围的僵尸僵尸 进行一次高额的斩击伤害 不足道和太为难为啥 让我们看看实战效果 了解 此外 本书还带来了另一个好玩的模式 创意庭院 大家之后更新中可以试玩体验下 解读一下就是创造属于自己的 关卡 创意庭院一共分为游玩 创作和商店 顾名思义游玩栏目 就是玩家们自己制作并发布的关卡 分别是最多人玩 最受好评 以及我的收藏和搜索功能 创作栏目的话 就是自己制作游戏关卡的内容 比如自定义僵尸等级 僵尸的数量 植物的出现位置 以及各类出现的事件 都可以自己设置开发等等 最后一个商店 游玩他人的关卡 以及自己制作的关卡 被他人点赞后 都会得到相应的奖励 用于兑换心仪 的植物碎片以及头像 好了 本次的更新内容 大致就是这些 还有一些内容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等安卓更新完后一起 让我们看看玩家自制的关卡 有多好玩吧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次的影响 , 再打招待一下 , 再打招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